这个卧室不足九零方米 常规布局瞬间就买满 角落柜门难打开 孩子来回巡逻海别区 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像监狱 想要个学习区实在放不下 青春期的你 郁闷又彷徨 不如这样重新装 一 把床两边靠调 睡觉更有安全感 扳个身也掉不下来 再去掉厚厚的床靠 墙面全是孩子的汗脚压 不如坐半墙牧视面 墙面卫生好大扫 关键床头紧贴墙 床尾过道更宽敞 侧面抛一个薄薄的洞 墓式面贴面 里面安装开关插座 睡前物品全放下 床头搭配挂画更紧上 二 简单双眼皮掉定 省钱好看还不过时 记得提前预留风机盘管的位置 风口加长才没关 三 角落给闺女做个大衣柜 上面放闺女的童年往事 转角挂闺女的豆口年华 这容量我自己都佩服 靠门预留闺女漂亮的花季一季 上面放奢华物品也方便 转角装这种大角度和艳 开口很宽 找一步一目了然 四 靠窗做一排悬空书桌 下面做三个大抽屉 一边放满闺女的学习小工具 一边放满孩子漂亮小秘密 关上抽屉更紧接 台面延伸到窗台更宽敞 放上学习用品就是超大学习区 留个区域培养孩子审美观 靠墙做一排书柜 孩子喜欢的文学名著随便放 关上柜门实用颜值高 旁边贴块小黑板 单词公式记得全 这样的学习区孩子 学习梳两口 家长陪着监督学习 就算孩子学习内容 跳个起方步锻炼身体都 小卧室这样设计 榨干每一寸之间 布局可以打满分 一年后留停的卧室 初恋带着女儿和前男友 再去前缘 起当天的前男友 在家开心的睡不着 只想法子 全给闺女 于是决定把自己住了 单身五十年 到闺女中 一 顶上简单双眼皮圈变 床头做板灯草 不要吊顶西灰难打理 而是四周扣一个洞 五主灯简单明亮 记得提前隐藏风机旁观 冬暖夏凉闺女睡觉才舒服 靠窗预留180公分坐窗帘盒 上面顶上留个插座 安装电动窗帘 开关窗帘 二 靠墙坐到提柜 上方挂长穿的短衣长裙 中间坐白宝格 收纳贵重首饰 下方安装两个伸缩裤架 裤子横着挂好方又好了 缩进去不占空间 底部坐两个大抽屉 上面放满闺女箱袜衣 下面放内衣裤很方便 裤装一门顶柜 一变形拿取补便 裤装明装拉手 而是把柜门分两层设计 抽屉外入 按挖拉手更高级 开关柜门也不费劲 三 床头坐一座矮柜 上面掀开盖板 留住孩子快乐的童年 关上也难察觉 下面坐抽拉柜 大件行李相合不常用物品全放下 推进去也不占空间 床边延伸坐书桌 学习小件全放下 上面坐一排吊柜 存放孩子的文学名著 关上门不落会 下面开放格 高考资料随手放 角落坐收纳柜 闺女喜欢的包包全在下 关上门更整洁 台面放学习用品也超宽敞 闺女君华北大铁店口 四 靠窗放一个床头柜 上面存放小件物品 下面二舅妈送的百万英镑全放下 上方坐高柜 常用生活物品放这里 拿取也方便 下面二舅妈夹搬个排骨架床 放上松软床垫睡觉才舒服 床下放三个储物盒 孩子再多换计衣服全放下 收纳堪比榻榻米 收进去也不占空间 开关插座装床头 手机充电不发愁 关键睡前物品全放下 这样的卧室存在着满满的父爱 爱心在梦就在 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五 抱全国的卧室 早知晚归的老公 回家不洗澡就睡觉了 有结局的 两口子偏食一气 两口子的衣服也完全不够满 涂掉一个床头柜 书桌和梳妆台也只能二选 于是彪悍的老婆 会教你如何把空间用到极致 空间一点也不浪费 一 提前安装风管机在顶上 石膀板简单吊个垫 风口压长才没关 靠墙做L型大衣柜 上面高处存放过际免费 老婆漂亮的上衣裤子全挂下 增加老婆衣服收纳搬三倍 老婆最爱的漂亮裙子 也有地方挂 下面做两个大抽屉 上面抽屉存放老婆喜欢的车瓦 下面抽屉存放老婆的内衣内 旁边找二舅妈借几根方管汉皇架 再厚着脸皮找二舅妈借几颗膨胀螺丝 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里采到布 外包环保牧师面耐用一万年 铺上透气排骨架 透气不反朝睡觉才舒服 再到二表哥家搬个松软床垫就是床 下面再做两个大抽屉 收纳老公的零零碎碎 空气一点也不浪 这里就是老公的挂宜区 收纳也不少 旁边做宝贵 方便老婆进门外套随便挂 装个按门就是独立的衣帽间 二 这里做地柜 收纳家里不常用的各种杂物 盖上盖板就是衣台 几个木盒做台阶 书桌连接 一边做老公的办公区 一边做老婆的化妆区 老公负责赚钱养家 老婆负责花钱摆家 桌面延伸到窗台更宽敞 旁边做高柜 两口子常穿衣服这里挂 拿取也方便 关上柜门不落 几块木板做靠背采养液 装上栏杆睡觉更安全 铺上软垫就是休闲区 阅读赏景更轻松 老公不洗澡 也可以让它睡下面 旁边做高柜 老婆的包包化妆品 这里放哪去也方便 顶上墓室面连接 装个线性灯学习化妆更轻松 装个投影仪在顶上 两口子没事躺床上就可以看电影 这样的卧室功能齐全 把收纳空间发挥到极致 还解决了两口子的矛盾 增加了衣帽间 办公区 化妆区 这样的卧室非常实用 2024年爆火的小卧室 常规小卧室放下床和衣柜 学习的大书桌都没地方放 挖出了在里面 像个小呆瓜傻乎乎的走来走去 啥也干不了 操碎心的老母亲决定这样干 一 靠窗几根方管和框架 中间横竖方管做函间 几根立柱做吹声 再用二舅妈家的门竖 把它红固固定在地上 上面横竖脚刚被靠背函间 下面隔板木式面包边 很多年不用的过计备入放里面 上面铺上不刷漆的免漆板 省工又省钱 记得板材的厚度与脚刚要一致 娃和它好 在上军天培养感情 也亏然 二 靠墙几根方管汉框架 端头立柱支撑 外包环保木式面 耐用一万年 再去二舅妈家 搬个松松软软的床垫就是床 床边石膏板做造型 装上栏杆更安全 床头做吊位 放满零食养成娃 睡前爱吃零食的好习惯 床头贴软包 睡觉才舒适 下方做妻子型挂衣柜 左边挂娃经常穿的漂亮衣服 右边挂娃不常穿的衣物 装上纱帘 选担又美观 三 靠墙做书桌 上面做吊柜 文学书籍随便房 安装玻璃柜门更美观 这里就是孩子成为学霸的地方 旁边石膏板做造型墙 床边台阶做活动木盒 酷炫的娃上下随意走动都很方便 四 门向左一三板 靠墙做个大书柜 石膏板封顶 左边放娃的十万个为什么 中间放娃的学习资料 右边放娃收集来的手办 暗藏灯带好拿去 关上玻璃 柜门不仅一直高排挡 居家的卧室都做错了 邻家卧室不足七平方米 常规布局很拥挤 他闺女的书桌也无处安放 床头柜门难打开 没有一点活动时间 闺女每天焦躁不安我也很调 特意赞助他家这样来 一 还是方刚坐床架 横竖焊接是好 几根立柱做支撑 朝我借几十块钱买一堆 捧挡的丝 把它狠狠地固定在墙上 外包环保牧师面 中间盖上透气排骨架 我家借来松软床垫就是床 床头两边贴软包 温馨舒适还乃脏 床边坐个矮护栏 不怕闺女半夜打对拳 二 床尾坐储物室楼梯 一梯两用收纳多 礼部空间不浪费 高度足够高闺女闲停幸福 来回走动也不碰头求索人生路 踏步端头做组收纳柜 孩子喜欢的玩具饰品全放下 关上柜门有颜值 三 床底封闭就是衣帽间 楼梯底下搭配多层板 大件物品放中间 一边挂闺女钟爱的连衣裙 一边挂在家休闲的中长 下面储物不浪费 床底高度1.5米不碰头 外面搭配沙连就是满分衣帽间 四 靠窗延伸做悬空书桌 学习工具要往抽屉哥 放上学习用品就是学习区 只要学习环境好 北大清华随便好 记得上方做吊柜 努力学习人聪会 关上柜门挡灰尘 侧面预留开放格 开关插座装床头 手机充电不发愁 上面收纳各种小零食 房间小就要空气流通 记得安把小吊扇 有事没事转一转 5 窗帘安装在窗户里 更节省空间 关键床铺底的孩子 有宽阔的活动区 学习至于身体方法 才是硬造力 关键错落有势 动静分区 关键我看了也出心 最后过的卧室都做错了 非主卧本不大 除了床和衣柜外 啥都放不下 家庭失业的 老公半夜打醉拳 衣服留学 惹得老公的前女佣 午夜时分穿衣柜来帮忙 卧室完不转 老婆靠边站 要想不受伤 不如这样装 一 用钢架提瓶连接 你跟立柱做支撑 老二舅妈 防止移动 外包几块环保墓室面 放上专用排骨压 通风透气也不长 二 窗边坐一排矮柜 增加储物 关键衣物分了嘞 关上盖板也整理 窗帘和外衣更加有空间盖 床头半节墓室面贴面搭配灯带 上面搭配浅色墙漆显示上 这样床位置足够宽敞 卧室才有卧室样 三 去二舅妈家搬个松软床垫就是床 开关插座装床头 关灯手机充电不发愁 连床头柜的钱都什么 关键老公睡觉不会掉床了 做梦里踏实 四 旁边给老公坐总大衣柜 上面收纳国际棉被全放下 下面全坐挂衣区 简单好大衣 靠门给老婆留个衣柜 漂亮长裙挂起来才不会皱巴巴 角落坐一个钻石柜连接 储物空间足够大 下面放置成群旋转一下 360度旋转拿起衣服更方便 安装玻璃门 不仅延时高关门打柜 侧面做个空格薄测柜 进门不拥堵 中间挂穿一次不想洗的衣服 下面做三个小抽屉 收纳两口子常用小件物品也划算 旁边两块木板做台阶 床底做三个大抽屉 外面收纳老婆的睡衣袜子的旁边 老公的内衣和臭袜子放空间 留个被用的抽屉收纳杂物靠里面 六 石膏板造型做个墙 点缀灯光 七 严格段做一排悬空书桌 预留两个抽屉放小件物品 一边放老公的办公用品 一边放老婆的化妆品 老公的书贵当然不能少 放上办公资料也刚好 拿取也方便 勤快老公负责挣钱养家 漂亮老婆负责冒美的化 夫妻更恩爱 这样的卧室功能齐全 收纳空间大 不仅有超大的睡眠区 还有优雅的生活区 花